南投地委补选民进党籍蔡培会 以45218票显胜蓝赢的林明珍 双方相差不到2000票 翻转这个选区15年来 蓝大于绿的政治版图 而这也是赖清德接党回后 令人骄傲的一战 但自驾律委提醒 明年总统大选选情还不到乐观时候 物价上涨 提名人选 经济复苏 房价问题 治安问题 都是府院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只是面对国内高通膨高房价 缺氮缺水缺电又缺药 民生问题全无解 蓝军红赖清德 怎么好意思沉浸在胜选中 赖清德之所以要赶快往 把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 就是因为他的统治极其不稳 党内阴系也好 及其他的人 仍然对于赖清德的许多能力 是有所质疑的 以及阴系的很多人马蠢蠢欲动 民进党2024年总统初选 3月13号开放领表登记 赖清德若想叫逐总统大卫 就要经过党内初选 学者分析届时恐将迎来一阵 信封邪语 男投立委补选告一段落 民进党表面定于一尊 却鸭子划水 赖清德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记者谢洪如王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轮物 CTI444 咱们 daar 咱们